有時候你在飛機上 就會碰到這些人 來來去去就會 你看像就是我們 我從來沒有欸 奇怪 我長得比較有人驗就對了 人家也說我長得很像連勝文 是不是 好 這個話題 就不要再談連勝文這件事情了 連勝文的弟弟連勝武 他的太太陸永嘉 就是在航空公司服務很多年 林志玲的哥哥他娶的也是空姐 大部分有時候 都真的是搭飛機認識 然後才相戀 你看連高凌峰大哥的太太 金友裝 你們知道嗎 他以前服務的那個飛機很特別 空軍一號 他是中衛 空軍一號 在上面他是要穿那個軍服的 上面還有他的那個中衛的 對 軍接 很特別欸 那個站出去 你會覺得好漂亮的一個女生 所以我覺得場合 有時候是場合 再來我想講幾個事情就是說 因為有的時候 這些空姐姐常常會碰到藝人 然後跟藝人之間也會有一些 就是交情 像我之前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在 就是你們剛剛講的 香港的那個公司 然後來台灣 飛來台灣或飛去美國的話 常常會碰到一堆的人 那我這個朋友就跟某位大根很好 我就直接講好了成龍大哥 然後他就會講說 有時候他上飛機就很妙 在這個頭等艙 大家吃完飯之後 飛美國很長的時間對不對 你是不是吃飽了你會睡覺 但是大家在睡覺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有那個 呼吸很急促的聲音 為什麼會跑步是不是 他在坐伏地挺身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藝人 他有一些奇怪的習慣 都只有這些空姐知道 他會提欠 對 而且9190 你知道有些藝人 他固定就會搭這架航空 常常都會碰到 9190就會變成朋友 而且你把他的特殊習慣記起來了 服務更周到 你知道林青霞 像我那朋友就說 你知道每次他上來 如果是大閘蟹那個時間 上來就直接給你一包東西 很客氣 麻煩你 對 請你去溫 因為他不吃飛機上的食物 不好意思 他可能不吃 但他要你幫他弄一下大閘蟹 只有頭等艙的客人有這樣子 久久你就會認識他們 對 因為變成好朋友這樣子 誰不認識林青霞 真的嗎 但恰恰的老婆是不是也是 洪正銘 是 我覺得他的故事好浪漫 洪正銘是因為那個時候 他是代表中華隊 要到加拿大去打球 那打球的時候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要上飛機 在免稅店逛的時候 他老婆好漂亮 真的 我就講了 空姐都有基本款了 基本款在往上升對不對 好 然後他在逛免稅店的時候 他就發現有一個女生 好漂亮 而且穿著空姐的制服 你知道 但是他看到的是被 真的很漂亮 好氣質喔 粉雕欲濁 對不起 我不停地震撼 他分析都不聽我講話 所以我是這裡唯一不是空姐的 就是這樣 你看 然後就在那個免稅店 然後他就看到這個空姐的背影 但是在那個 就是拿一個小熊在看 那個小熊很可愛 可是空姐沒有買 他放回去了 他就走了 那恰恰就上了飛機 可是恰恰上飛機之前 他做了一個動作 他覺得那女生很可愛 他就買下那個熊 他只是想買下那個熊 就這麼巧上飛機 空姐會站出來 以前那個年代不都還會講 這個什麼救生背心怎樣怎樣 這個空姐就是剛剛 要買熊熊的那個空姐 接下來不用了 你看路上横潭了 大家就喝起紅酒來 然後就鬧起洞房來 沒吧 空姐 你現在有後悔了嗎 我沒有 因為我老婆印象很親切 謝謝大家 謝謝 而且我真的在飛機上 都沒什麼人要跟我聊天 因為我覺得你都沒有採取行動 像我一個朋友 他在飛機上服務的時候 在商務上有客人 然後他覺得客人很酷 就一直看報紙 看報紙 他也沒有跟空服員講話 就在零下飛機之前 他就第一張名片給我那個朋友說 請你打電話給我 就講這一句話 他打了嗎 沒有沒有 他拿了名片之後就收起來 他說謝謝 然後收起來 過了兩個月之後 他沒有打了 過了兩個月之後又遇到這個男的 這男的從頭到尾 也沒有跟他講 他心裡想完了 我又遇到同個客人 就那個客人還是在看報紙 要下飛機之前 那個客人又說 你為什麼沒有打電話給我 哇 有沒有管那麼多啊 奇怪 我這個朋友心裡想 就問他說 他說我一定要打嗎 他說你要打給我 結果我朋友說好不好 不好意思 怕弄了公司的reputation 對不對 他還是打了電話給他 從此以後他們就開始交往 他是真的 他是現在在上海跟北京 是一個非常大戶的 做電信業業者的企業家 所以他就嫁過去 生了三個小孩 他們就這樣 然後他從航空業下來 哇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追空姐喔 追空姐要有四大招 你知道嗎 話不要多 追空姐話太多 我不受歡迎 真的 因為空服員已經很愛講話了 這個男的還愛講話 那我覺得不會受空服員喜歡 就像我朋友那樣這樣 用底的 打給我 對 簡單明瞭 然後不要拐彎抹角這樣子 然後第二就是要送禮 但是不要一直亂送 好 等一下我要打個岔 因為我們等一下call in的觀眾 你記得如果你想要知道 如何認識空姐 如何跟空姐進不交往 你廣告之後要再回來 記得要call in進來喔 而且我們現在電話已經滿線囉 如果你還有什麼疑問 而且更想知道裡面的問題的話 請播 02-2314-9596 2314-9596 休息一下 有什麼問題想問空姐嗎 或者是你也想當空姐呢 打電話進來 02-2314-9596 2314-9596 好 但是廣告之前 我們討論到追空姐的四大招數 只講到一半 對啊 剛剛盛美姐說 就是追空姐 就是空服員的眼界都很高 其實空服員其實沒有像各位想的 這麼大和白金女對不對 我們不是這種人 但是我們喜歡這四種人 所以說大家要知道 一 就是追空服員的時候 話不要太多 因為空服員已經很愛說話了 結果我們下班 你還一直說一直說 話要精準 要精華 話越少越好 第二就是送禮要送 但是不能一直送 因為空服員的薪水很高 你送的東西我都買得起 所以不要再送了 因為飛機箱都是香水 而且還更便宜 還要看更多 更便宜 不用再送那個 然後送珠寶那天 我們都不稀罕 那也不要隨便告訴空服員說 我很有錢 難追喔 因為我覺得你越有錢的人要越低調 第三就是送 但是要送禮 但是要送禮送得剛剛好 譬如說生日絕對不能忘 情人節絕對不能忘 聖誕節不能忘 因為那就是我們最孤單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一定會 國慶要不要送 不能夠放假 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大家一起送一遍國旗 什麼之類的 空服員可能會覺得你很無聊 好 對不起 不應該寫我 好 第四就是 不要每次約他出去之前 就問他好不好 譬如說你要約他去看一個芭蕾舞 你說好不好 空服員就跟你講不好 因為第一個空服員有他的堅持 有他的矜持 你什麼都問好不好 你可以做個主啊 因為我們在飛機上 我們都別人幫我們做主 我們都聽客人的 那有下的飛機 你不要再讓我動腦了 有時候你自己動動腦 可是一般因為空服員說 要去看電影好不好 空服員跟你講不好 那我的建議是說 不妨你先買好票 就是說1月1號 晚上7點鐘內場 時間可不可以我們也去看電影 適度展現主導權 主導 然後要有紳士 我覺得這個最讓空服員 最新鋁了 好的 來 我們有Call in進來了 台北宋小姐 宋小姐請講 中小姐 宋小姐 嗨 我想請問一下喔 就是據說 就是空姐會有很嚴 就是職業傷害很嚴重 但是是真的嗎 因為像空姐好像都不會 就工作到年紀很大 謝謝 謝謝 來誰 是真的嗎 一定的啊 Lora Beck 你背下背部 下背部因為站太久 對 因為不然就膝蓋 你不是想背 就是想膝蓋 其中你的身體某一部分 要去承載你做這個重複的動作 或者是很重的動作 所以那我們是都生過小孩 是OK 我有同事 他沒有 對不起 我真的有同事 他是你們為公司退下來的 他曾經在亂流的時候 整個人他在Galley 就是Unexpected 不是預計中的 晴空亂流 對 亂流 他人在那個廚房 是沒有什麼安全帶 撞到頂對不對 整個平面的 啪啪啪下去 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碰到他 他有一次 整個人躺在地上 起不了床 要叫那個Ambulance過來 在英國叫很貴嘛 那我們就會挖挖挖挖 這種Gossip 到處亂講 問他說 你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以為他以前做了什麼工作 是去台多種 他說他是空服員 然後他曾經就是 啪啪下來 非常嚴重 還有聽說輻射線是不是有影響 我記得新加坡飛紐約直飛 那個一班空姐是不行的 要兩班 因為輻射線會超標是不是 你知道在美國當那個 對 高空輻射 那個叫什麼 法庭的Jewelry 那個評審 呃 培審員 你做過四年空姐 你是沒有資格的 因為那個輻射 可能會影響你的判斷力 哇 這太不公平了 但是等一下 我們竟然有一位 張先生要打電話 就來分享他跟空姐交往的故事 來 張先生 張先生請講 嗨 張先生 喂 是 請說 你好 你好 我個人的經驗是有跟空服員交往過 交往多久啊 大概半年的時間 不是很長耶 對 因為很快就被摔了 為什麼 其實那也是蠻特別的一個 經驗 不能說經驗 一個機遇吧 回憶 對 因為之前 就是因為我是國外的銷售師 對 那我常常出差 嗯 那結果因為常常會碰到 比較熟比較常遇到的一些 座船長之類的 比較直升的 然後就是剛好有一次 我去印度出差 對 回來剛好是我生日當天 嗯 然後座船長就送我一瓶紅酒 哇 很貼心啊 對 那因為我覺得 不好意思啊 因為 其實雖然我們是 花系列航空 對 國內花系列航空 可是 雖然是Member 可是我們 也是 就是不想才搞掉 因為其實 什麼卡什麼卡 其實一堆啊 嗯 對 然後後來想說 武功不收入啊 所以就買一盒巧克力 就是想說 回請 這個韓班的空姐 然後謝謝他們 因為那個座船長很奇怪 他就叫所有的空服員 來跟我說 甚至快樂 欸 這算是服務還不錯啊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那個 座船長是在拔 真的嗎 剛才這麼帥喔 不是 座船長因為 因為跟他遇到過很多次 他不是台灣人 那但是 座船長的老公是台灣人 那你為什麼會跟他分開呢 他為什麼你會被 為什麼你會被他甩掉 我想知道 後來是因為 是因為他 我感覺他很愛玩 很愛玩 然後他的作息時間 但是你受過這樣子一次傷害 你下次還會再考慮 跟空姐交往嗎 他會嗎 張仙太傷心了 不要哭 電話已經斷掉了 是不是 我下次再不要問這種 實際的混蛋 我怕你了 對不起 來台北葉小姐 葉小姐請講 你好 你好 想要請問說 對 那個會不會 飛機上有一些沒禮貌的乘客 直接批評空姐的外表 說你太胖或是很漂亮 還是為什麼空姐比較漂亮一點這樣 看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發生在你們或是別人身上 當然 在中東是因為 他沒有人權 你不能說你身高多少 你要幾公斤以下 他的標準 你要報考的時候 他只是說是 fit 你的 body is fit 或是 in right proportion 你的比例是對的 那我父母親到中東 到杜白來看我的時候 他們說 哇 你們航空公司 黑的白的黃的還有高矮胖瘦 他說那個isle就是走道啊 怎麼有一些南非來的 屁股這麼大這樣子 他們還是坐那個商務艙喔 那當然我父母親是跟我講 可是的確有空服員進來不節制 吃飛機上的餐點 那個熱量太高 你知道那個一個cassero 一個盤子當中 不是有前餐 那個主餐 那個主餐的cassero 一個當中的熱量非常高 有些人覺得小小的一個分量 我吃兩個 他來飛三個月之後 開始 變很胖 那當然也會受到同事的刺激 或是 有 後來有限制 那麼客人會跟他講 你知道我們亞洲人如果反應 我們還好啦 我們怎麼偷也放不下 但是白人就很明顯 路上戰艦 那個制服一直換 一直換到走到走不過去 客人就會笑他 不過中東喜歡那種很 烤肉 對 對 如果真的有人這樣子說你 那他們當然就會講說 我服用你 因為我有這種性格 我會令你很舒服 不然因為我看起來 有一些西方的美洲縣 他們是媽媽疾控媽 她是經驗 已經做過媽媽 所以就看你的反應囉 你要把人家對你是當作一個 怎麼樣的反應快 去跟他說 那你當然回去你要不要緊闢 那是你的事 有些人是真的 聰明回憶還是很重要的 幽默感也很重要 但是我們還是來看一整影片 討論一下空姐人生真的 這麼好這麼好嗎 我們來看看真相吧